香港樓價頻頻破頂 壽年用家主導的公屋及居屋 都連環錄到高價成交 先是有將軍澳公屋景林村 赤價突破萬元光口 創將軍澳公屋赤價新高 據地產代理透露 景林村6座中層7室 一個實用面積大約164分尺的單位 剛剛以2113000元 在自由市場成交 實用赤價大約12884元 據稱買家是一名賞車客 見到單位入門門檻低 所以決定入市 而單位原業主 在08年12月 就只以13200元買入單位 另外6表格的公屋 樓價升職都相當零利 牛頭角彩霞邨一個低層 實用面積407分尺的單位 以2668000元的第二市場價易手 實用赤價6557元 創了九龍公屋第二市場赤價新高 香港仔居屋瓦濤角 一個高層單位 實用面積576分尺 第二市場成交價達到628萬 實用赤價10905元 最平去年由同一屋苑 創出的全港第二市場最高赤價紀錄 對於公屋及居屋市場 頻頻出現高價成交的個案 部份第二市場成交更是破頂創新高 城市大學建築科技合部高級港師潘永祥就認為 公屋及居屋樓價跟隨大市上讓 是因為市場需求大 憧憬樓價會升 所以連第二市場的公屋及居屋樓價 亦出現破頂情況 他又指出第二市場的目的 是比有真正置業需求 收入較低的市民入市機會 但這類市場流計 都持續高企情況並不健康 而據防委會的資料顯示 上個月公屋及居屋第二市場 有大約134宗的成交 按月減少大約三成 是連續三個月下跌 ONTV 東南電視財經新聞